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数次 他抱着别人的女朋友跳下去 这么年轻 在台上就不牵手 跳舞好快乐 完了 挺好啊我们的评委 李小龙是你的师傅 可以可以 有点工作 挑战无处不在 伟梦越战越有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越战越有 伟梦畅响 在正式进入挑战之前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的评委 让我们首先欢迎评委 耿维华 江涛 诗鹏 还有陶莹姐姐 现在我宣布 越战越有 为梦畅响 挑战 开始 首先我们通过大屏幕 来看一下 一号登台挑战选手的 关键词 请看 阿打 也叫小明 肯定是 首先是小明 或者是他是来自于 少数民族的 一个朋友 这是一个方言 对呀 阿打 可能是洗衣服 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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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洗衣服 洗菜 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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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可能 他那个打 有点讲究 他那个打 打架的打 什么这个人 人生粉好像是 比较爱打架 可以把他想起来 什么开心 前一个是被打的相声嘶 阿 然后一个打 打 打 对 他这全一个加个标点 拨号 加个探号 这样咱们把这一号选手 请上来 咱们来一探究竟 好不好 来掌声有请 今天的一号选手 出场 这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看起来有点白 哈哈 现场一级电视 提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小杉 来自加拿大 多伦多 来自加拿大 多伦多 咱们先解释那标签吧 好不好 那个阿打 经过我们几位老师 一致分析 他认为它 它是一个什么 什么动作 跟洗衣服 洗菜有关 对 你真的不知道 是阿打 是什么意思吗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吧 OK 你应该退后一下 就是我 远观 对对对 远观 明白了 好好好 什么意思 李小龙 李小龙 哎呦 这双截棍拿出来的 这感觉从上变出来的 可以啊 哎呦可以啊 有点公似的 坏了 哎谁谁 这个朋友 我摇打 其实刚才看 你就不是随便比会一下 你这双截棍是练过的 没有人教我 怎么打双截棍 因为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妈妈送给我一个 李小龙圈头电影 电影 光盘 对 所以就是从她的电影里头 就是我看她打双截棍 就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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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哇 太神奇了 所以就是我把她的视频 慢一点看 就是慢放学动作 对 慢放学就是我看看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所以就是我越来越好 所以你的双截棍 就等于是 慢放李小龙电影 对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李小龙是你的师父 确实啊 很多外国的朋友 好像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都是从中国功夫开始 喜欢中国功夫 对 但是我觉得和你交流 你最大的特点 就是中文现在说的 是怎么学中文的呢 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一个幼儿园的外教 我参加他们的课 因为他们也学习中文 我觉得 他们的中文比较简单 他们非常热情 鼓励我学习中文 他说 小山老师 你中文说的不对啊 一定要不对啊 应该怎么说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 小山老师 我们都是花钱学外语 您是拿着工资学外语啊 这不太好了 但是今天小山 解决了我们的一大疑惑嘛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幼儿园 现在有配备外教 当时其实我不理解 说为什么这些外国朋友 来到中国 每天要带小朋友那么辛苦 即使赚得又不比 做其他工作赚得多 找到答案了 就是跟我们家孩子学中文 我们的小孩是他的外教 我学习中文的时候 就是你们中国人 有很多的那个词 比如说方便 我第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 我们老外理解方便 就是convenient的意思 就是如果不打扰你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来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我们理解方便的意思 但是我跟一个好哥们 吃饭的时候 他说小山不好意思 我去方便一下 方便 你怎么在说 什么 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的意思 所以从那天开始以后 方便就是上厕所的意思 后天就是有一个漂亮姑娘 来找我 他说小山老师 你方便的时候 我请你吃个饭 我说为什么我上厕所 要请我吃个饭 中国的语言是有点很复杂 正是由于它复杂 所以才有它的魅力所在 同样是一句话 同样是一个词 可以有不同的意思来表达 所以这从文学角度上来讲 其实创作起来 包括你在诵读起来 欣赏起来 是有很多的美感的意思 对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还有另外那个东西 还有 你们中国人有很多的可怕的那个名菜 可怕 其实你们中国人有一个东西叫抠水剂 抠水剂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公鸡的那个抠水方 在小碗里头 太恶心了 但是我吃了以后 就是我觉得太爽了 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还有你们川采有一个毛血网 对 毛血网 但是我觉得这个血粥有毛毛的 我觉得这么可能 那夫妻废片里不觉得可怕吗 两桶子的肺你都给吃了 对啊 我不知道这么接受 但是我吃完以后 我觉得太爽了 包括 包括我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 有一个外教老师 他说他最接受不了 就是中国的那个叫魔鬼蛋 就是松花蛋 好多老外 所以一看那个形状觉得很恐怖 但吃起来很好吃 我也这么觉得 就是长沙豆腐 那个安徽的那个臭鲑鱼 还有就是你们的那个光细的螺丝粉 应该这么说 都是臭的 都是臭的 但是好吃 很地道 它现在的口味已经很地道了 就螺丝粉我到现在都吃不下去 我跟你讲 对它很地道的口味 所以你看它越来越深入中国 无论从文化上 无论从这个饮食上 包括口感上 越来越接近我们中国的朋友 对 你们有一个词叫孝顺 孝顺 孝顺 但是在英文里头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 但是我看到你们中国人 就是照顾你们的父母 一直陪他们 就是我觉得 惊讶 同样也很感动 说实话 因为就是在我们西方的文化 不一定我们会照顾 我们的父母那么热情 因为我们比较独立一点 但是我发现中国人就是那么 怎么说呢 就是你们热爱照顾你们的父母 我很感动 所以我思维改变好多了 所以我跟我父母说 爸爸妈妈 你当老了的时候 我也想照顾你们 所以我天天给我父母打电话 我妈妈很烦恼 他说 儿子 就是有事没事 给我打电话 别老是敢给我打电话 但是我爸爸非常乐意 就是跟我花时间 就是跟我说话 这样的那个东西 我们的关系比较 就是离近说实话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应该感谢 你们中国人说实话 因为就是如果没有 你们中国人教我 怎么学习这个孝顺的概念 我不会就是那么学习 怎么爱我父母到底 因为中国啊 它和西方最大的区别是 西方是以个体为单位 就是我们中国人 是以家庭为单位 对对对 我们在对待孩子的时候 绝对不是以一个孩子 18岁为节点 说18岁以后 对不起了 那可能你就需要 靠你自己了 只要孩子有需要 永远的爸爸妈妈 是在付出 而且是不图回报 所以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因为有一天 我们也会长大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 我们在孝顺 我们自己父母的时候 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孩子 依然会像我们父母 为榜样 向他们去学习 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一切都是以爱为传承 我像流泪听他说话 真的很感动 其实我觉得非常好 能听懂就好 能听懂 聊聊音乐吧 好不好 因为今天还是唱歌的 对 我一会儿给你们唱 自己选的那个歌曲 叫《冥冥酒》 期待你接下来的一鸣精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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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过光丽好多颜色 微笑却不见了 你的梦写快乐 再没有我的时刻 远方成来风地 我只在意有你的消息 城堡为爱守着秘密 而我为你守着回忆 明明就不喜欢牵手 为何却主动把守够 你的心事太多 我不会说破 明明就它比较温柔 也许它能给你更多 不用抉择 我会自动变朋友 不愿小山同学能够好运 好吧 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 加油 加油 那接下来交给你一个任务 来选择一下 接下来登场的选手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也测试一下 小山同学的中文水平 来 请看大屏幕 这是我们中国观众啊 非常熟悉的电影的台词 第一句应该最简单吧 当然 就是 我知道 你的英文有口音 You jump I jump 有帐篷 太坦没刻号的 第二个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 是开心 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 香港的电视剧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台词 下一句 周星驰电影 唐伯虎点秋香当中的一句 你要带音调 它是赏花 赏月 赏秋香 你要带调的 想画 想月 想秋香 有点感觉 可以 然后你过来 过来 这个是要手势配合的 像我一样做动作 手翻过来 对 你过来 对 对 这沈腾的台词 最后一个是动画片哪吒 对 我命由我不由天 再有点气势发挥一下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命由我不会天 不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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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你选一个好吗 作人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不过这个蛮像她的个性的 对 来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有什么跟进信息 老歌 老歌 好听啊 我妈妈年轻时候听的歌 也是一部老电影 《红珊瑚》的主题曲 《珊瑚送》 对 那为什么放这首歌呢 跟这位选手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好吗 好 加油 祝您好运 谢谢 好 请到我们的类主区就座 挑战继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越战越勇的二号选手 闪亮登场 请选手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重庆 我叫张青 今年五十三岁 那张青姐姐 为什么会把刚才的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珊瑚送》 作为您的这个标签的跟进提示信息呢 这首歌的那个原唱呢 是我的母亲 弗里坤老师吗 对 我的母亲是弗里坤 这首歌我相信对于今天的很多评委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印象都会很深 也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中国人 那张青姐姐 您的母亲是我们非常敬仰的歌唱家 那您后来也是从事声乐工作吗 没有 我到现在为止是从去从事那个文旅行业的工作 一直也很遗憾 没有从事妈妈这个音乐的事业 但是呢 我妈培养了很多的学生 所以这次呢 那我是特别带着她的学生 我的女儿来到这个舞台 哦 还有这样的一个圆圆 女儿今年多大了 我女儿今年27岁了 但是呢 从心智和她的发育来看呢 可能只有17到18岁左右 女儿在10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得了白血病 在她父亲就是那个去世的时候呢 我带她去见她的父亲 她呢就是突然一下看到父亲骨瘦如财 就一下就崩溃了 我们都忙于就是处理父亲的一些事情 就忽略了她 然后等我们发现她的一些情绪变化 包括一些行为的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带她去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诊断出来 她得了那个狂造型的自闭症 狂造型的自闭症 对 狂造型的 这个是医生有说过吗 和孩子在父亲后来病重 受过的这样的刺激是有关的 是的 是的 就是在那一瞬间 就是那一瞬间 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不知道 我这事是做得对还是不对 所以你会很自责那个时候 很自责 因为您是想让孩子见到爸爸 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想的话 他也是最后一面了 因为之前这个姐姐 因为做我们节目 有很多这个自闭症的患者的家属来过 舞台讲他们自己的孩子 因为叫来自星星的孩子 因为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行为 就是按照我们常人 是很难理解的 对 而且照顾这样的孩子 这个夫妻双方有一个人 要完全牺牲自己全部的时间去照顾 是的 但是我 那个时候变成我一个人要抚养他 就是我母亲去世以后 当年我的先生就查 就是他的父亲就查出来 得了白血病 然后三年以后去世 去世的当年 我女儿检查出来 得了这个自闭症 然后我真的是这个 好像这个是所谓的那个压力 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因为短短几年的时间 您经历了人生 就是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最多重的打击 因为对女人来说 最重要的这三个人 接连出现问题 是的 可是她离不了人的 我了解像狂躁症这样的自闭症 她是有伤害 伤害别人或伤害自我的倾向的 对 她就是无缘无故的 突然一下情绪就控制不住了 然后她就会扔东西 家里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就是见什么扔什么 甚至把有些东西往楼下扔 然后呢就是动手打我和奶奶 抓我们的头放 以前是个很乖很乖的女儿 非常乖 非常乖巧 她有事后会清醒过来的时候吗 觉得刚刚 有 可能过个几个小时以后 她会来跟我说 妈妈我对不起 其实那个时候 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 我好想让她 就替代她 接二连三的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 而且其实没有过多的依靠 只能靠一个人来 来照顾这样的一个 可能你都不知道 下一秒她会做什么样的孩子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您扛过来了 然后在您的悉心照料之下 我们看到今天孩子来现场 孩子看来 真的是也有很大的改变 对吗 对 我刚才还在担心 您知道吗 因为我发现您的女儿坐在现场 因为您在讲这些经历的时候 并没有避开她 那肯定是她现在情绪 能够有一些控制 您才敢让她再建场 听这些吧 是的 而且现在女儿呢 她能给我们家里面 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一些 简单的生活 她能照顾到我 我前几年生病住院 有九天时间都在医院里面 她是形影不离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而且她会跟我说 她说妈妈以后你老了 我就照顾你 其实我心里面是最清楚的 我们两个就是互相陪伴 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 相依为命 真的是相依为命 姐姐今天带着孩子来 孩子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很乐观的 一个状态来现场 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带着她去康复 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吗 她特别特别地喜欢唱歌 她每一天的工作 就是在家里面 把那个最新的音乐 下载到U盘里面 我们家有几小盒的那种U盘 全部都是她喜欢的歌曲 她还有一个 我们觉得挺神奇的 就是因为她也不怎么食谱 那但是她呢 就是每一首音乐听过三遍 她可以用钢琴弹奏出来 哇 手吊概念 她完全是凭感觉在弹对吧 她完全是凭感觉 所以我们就觉得她挺神奇 那她自己会唱吗 她很会唱 那我们有机会 今天听到吗 可以登台吗 她可以登台 来吧 我们有请这位音乐的小天台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张星月 今年27岁 好甜啊声音 声音很有特点 刚才你的妈妈说 你很有音乐的天赋 而且你曾经在小的时候 还和一位非常棒的音乐家 歌唱家学习过唱歌 就是你的姥姥对吧 你现在平时最喜欢唱谁的歌 海阔天空 是比昂的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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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哇 那个很难唱 今天可以现场唱吗 可以 那我们现场伴奏你来唱 好吧 好 好 好甜啊声音 唱得好棒 对 我再问一下 今天你们娘俩到底是谁来参加 节目唱歌 是我 是你 对 还是妈妈要唱 我说万一说要是换成是女儿 现在我们就准备奖杯去 不是 现在坐在那边那个人 就该担心了 要不要先叫我车 但是我觉得今天看到他们母女 站在舞台上 真的让我们特别开心 就是她现在是 因为很多自闭症的孩子 是不会表达情绪的 她真的很好了 她可以表达开心 她表达对你的爱 也许她的心智 跟她的年龄来说 成长得不成正理 但是她已经拥有了一个 正常人所该有的情绪 我觉得真的让我们 特别替你开心 谢谢 谢谢 而且今天看到他们母女 站在舞台上 也可能会给电视机前很多 有类似孩子的家庭 我觉得给她们一个提示 就是当孩子有了这些问题之后 一定要像这位妈妈一样 你不要放弃她 也许她关掉了 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但她就会对某一个东西 会有更强的专注力 所以不要放弃她们 让孩子去接触艺术 或者是接触她们 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那她可能在某个方面 就会有她自己的一个突破 而且这项突破 会连带着 她的病情 也会变得有所好转 是不要放弃 另外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到这个亲姐 她在对自己的孩子 是全程的陪伴 陪伴也很重要 要经历孩子最痛苦的阶段 然后用内心的辅导 然后接受孩子的一切 陪孩子慢慢成长 最伟大的妈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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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张庆姐姐的演唱 虽然能够听出来 没有受过特别专业的训练 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但是这个声音啊 嗓音条件 真是遗传了老妈的 那个天生的好嗓 谢谢 那也祝张庆好运 那接下来 咱们把我们的类主 小山请回舞台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 今晚的第一轮投票 让我们首先有请评委 耿维华 其实小山她的声音非常好听 非常轻松 但是张庆的演唱 比您的演唱要甚高一筹 所以呢 我把反对票投给小山 祝您在中国生活愉快 在两位歌手 整个音乐的对比下 我想小山啊 这个张庆 你这个大姐姐啊 唱的还是蛮动人心的 那她很能打动我 很遗憾我把反对票 投给小山 希望你在中国 学习进步 我想支持一下小山 我想支持一下小山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是很不容易 能够学中文学到这个水准 张庆的 不好意思 张庆大姐 我觉得您的声音条件 那是没得说 您的前两句 我认为唱得特别好 但是到后面以后呢 就问题出得越来越多了 就是如果二位对比的话 我也是想支持一下小山 既然是音乐的舞台 就想把两位都放在一个平台上 那小山纯去听 可能包括嗓音的条件 或我纯听的这个歌的感受 我会觉得这边稍微 会比您略胜一筹 那就很遗憾 我把反对票投给您好吗 我待会儿帮您叫车啊 谢谢你 小山 谢谢 好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张庆挑战成功 祝贺张庆 你让我们把最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小山同学 谢谢小山 挑战继续 那接下来有请张庆 来选择你的对手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 赏花 赏月 赏秋香 汤波胡点秋香 好 我们看看周星植后面是谁 从东唱到西啊 这个厉害了 在我们台下这些评委当中 有如此大影响力 能够从东唱到西的 也就只有江涛老师 从东城唱到西城 东西南北它都行 感觉挺自信 因为现在有很多歌手不是说 走南床北啊 走南床北走到哪个城市 唱到哪个城市 要是那样子的话 经验就很丰富 可能是流浪歌手 流浪歌手 对对对 现在流浪歌手 九八歌手都很厉害 所以张庆选择的这个对手 应该还是挺有实力的 对吗 对 祝你好运 来 请坐 越战越勇 由消毒雏君 标牌护佳 标牌特别呈现 掌声有请 今天的三号选手出场 哇 真的是有实力的选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评委老师们好 大家好 我叫斐斐 来自山东省 宾州市 杨兴县 杨胡乡 十字道村 这个从东唱到西 刚才我们就想真厉害 所以你是职业的歌手 并不是 从祖国的东边唱到西边了 这还不厉害 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是从我们村东头唱到村西头而已 那也挺 人家得唱好几户人家了 对 我们村里的人都说 真棒啊 你看人肥肥这孩子 就虽然胖 但是你看人跳舞 就还挺有样的 就有丝有味的 这么年轻 在台上就不奸细 还敢提跳舞的事 我们《越战越勇》的评委 曹英姐经常拍视频 就是跳舞 因为她不会别的 只会跳舞 英姐上来 指导一下年轻人好不好 其实是这样 不是说我只会跳舞 是我不跳舞没人看 不是 你说唱歌没人听就完了 今天有一个舞蹈串烧的音乐 就是不同的音乐 曹英姐就能跳出不同的风格 你到旁边虚心一点 找一个最好的角度 我真的没有任何准备 来 音乐 好棒 标志性的动作 太可爱了 好 换音乐 好 好 换音乐 完了我觉得 完了完了 我 这牛仔舞的感觉 这牛仔舞的感觉 就你这样 成是秋香 我就再见吧 我看你的 我看你家我学习了 你可以给姐姐汇报一下 你平时都跳什么 对 你平时跳什么呢 对 可爱路线 很棒 很滚的啊 好灵活 好 看 哎呦上面协调 骨头帮 骨头 骨头 好勇稳啊 哇 哇 跳舞好快乐 完了 败了 败了 就是一下我败了 我走了 别跑啊 我们的平美 看来这个跳舞啊 真的和身材没关系 对 它这种美感 那种柔韧啊 你看你还能下场 小时候是不是学过 因为我学的是那个 学前教育专业 学那个专业的话 里面有那个舞蹈那一项 哦 学前教育专业 学的舞蹈 对 对吧 然后就打开了一个 新的大门 新的大门 你现在的身份应该是 幼儿园的老师 这并不是 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 就是大马女装店的店主 哦 兼模特吗 对对对 兼模特 这是实体店的 还是网店的 就是线下线上 现在就是一起在做 哦 厉害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要开一个服装店呢 我以前就是不好买衣服 这就戳到我的痛点了 就是 就是陪别的闺蜜去逛商场 人家就买了好多 对对对 你可能就很难找到 你太懂了 因为我经常陪闺蜜去逛嘛 然后就是走到一个商店里的时候 你就前脚刚卖进去 你就看着那个店员人的眼神 就告诉你的说 就非常抱歉 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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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穿的那个号 有时候挺尚自尊的 对 你说不难受是假的 嗯 其实这个服装店也是跟我一开始 就是拍短视频有关吧 我就一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他们也是在下面疯狂的 爱着我要那个链接呀 夸我穿的好看呀 我就想干脆就开一个 大马的这个女装店就好了 就是她凡是胖一点的女孩子 她其实都有一点自卑的心理的 嗯 你就可以从她一进店 你就能观察到 她就是很自卑低着头 就在那一件一件的扒了 她也不敢去上身试 因为她不确定有没有自己能穿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后来 他们一进来我就开始凑过去 我就说你不要自卑 我说你看我 你看我这个吨位 我230多斤呢 我都能穿 我说你有什么不敢的 进别的店都是 进你们家店 快快快 只有你能穿的 别人穿不了 对 比如说你就可以看到我家的顾客 从第一次来到接下来的每一次 她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越来越自信的感觉 其实旅行当中也改变了很多 和你一样可能对于身材上有苦恼 对 曾经很长时间不自信的这些姑娘们 对 就是这个样 对 现在我不用刻意去减肥了 因为有地方买衣服了 而且每天很开心 都是一样就是体强的那个朋友们 只要是她身体就是没有不舒服 你就可以就是喜欢自己的这种另类的美 前提是身体要健康 如果影响身体健康 咱们当然要减肥 再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时候 其实稍微胖一点 我觉得可能现在社会 对于这个体型的要求 这个审美啊 有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理解 太过于苛刻了 其实是可以多元化的 多元化了 对 只要不影响健康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对别人的身材 有过多的苛刻 对 而且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相信您的爱人啊 选择了你 也一定是看到你身上的美 没错 但是妹妹啊 你看整个从你出场 导演给你的设计 展现你是这个 在网上特别受欢迎的 舞蹈的这样的一个大人 一直都没有聊你唱歌音乐 说明什么 应该就是今天 就是你的故事主要就是聊的是舞蹈 唱歌应该不是你擅长的 所以最后你就跟大家说说吧 你今天这个接下来唱的 这首简单的歌曲名字叫什么 也没有太大难度了 就是一首非常简单的青藏高原而已 太简单了 青藏是那个 雅拉索那个 对 就那个 你多保重 没问题 我会加油的 加油 加油 是谁带来 永不离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座山 一座座山座相连 亚拉索 那可是青藏高原 亚拉索 那就是青藏高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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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菲菲的演唱 这个刚才这首歌 确实唱得一鸣惊人 嗓音非常的高 祝你好运 好 来 接下来 让我们再次请回 当前的类主 有请张庆 好的 那接下来开始 我们这一轮投票 让我们首先有点评委 曹野 其实菲菲嗓子好 我是真的预想得到的 因为毕竟咱们音箱 在这摆着呢 对吧 我本来你一张嘴的时候 我在想那肯定是支持你 但后来其实真的演唱完了以后 我倒反而觉得两个人 我讲老实话 都各自有优点和缺点 从我个人的情感角度 还是希望支持一下 亲姐这一家人 好不好 菲菲那不好意思 反对票我投给你 菲菲一开始一唱的时候 我觉得声音很好 但是越听越不到位 就是我觉得总是 差这么一点 张庆大姐 你的声音是柔美的 但是在演唱也差这么一点点 那么在这首歌曲上 两个人对比 我还是支持一下菲菲吧 那就张庆姐 抱歉 好 你们两个各自都有各自的优点 和各自的不足的地方 当然有可能 我认为菲菲的优点 要稍微地多一点点 张庆很不好意思 我就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菲菲把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呢 唱得很辽阔 很博大 但是细节呢 确实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决定胜败在于细节 那么菲菲 抱歉 我会投你这反对票 一个歌手除了要把这个音符 要准确地完成 还要把这首歌曲的处理 要把它演绎出来 演唱出来 张庆的《春岛花开》 我认为真的是 可能跟他的年龄有关 跟他的经历有关 我认为张庆的演唱 值得我去支持 很抱歉 我把反对票投给菲菲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张庆 挑战成功 谢谢菲菲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 大家非常喜欢你的真诚 喜欢你的笑脸 喜欢你的快乐 特别是你能够把这些 阳光啊 自信啊 带到了很多胖胖的女孩身边 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唱歌不成功 我们继续跳舞 好吗 加油 挑战继续 那接下来有请张庆来 继续选择你的对手 好的 还有 你过来呀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选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是小哪吒的台词啊 来 我们看跟进信息室 林阵磨枪不快有光 这看来是一位很有功底的人 平常不怎么练 那他功底很好 或者他天赋很好 林阵磨枪 但不是随便磨的 你没有功底的话 你磨枪有啥用啊 对不对 但是挑战嘛 对不对 就像就要像这样有实力的人发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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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您好运 请坐 谢谢 本节目由中国黄金特别重现 中国黄金守护梦想 为爱越战越勇 挑战继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是夫妻俩吗 请自我介绍一下 评委老师好 我叫雅琪 今年34岁 来自北京 我叫张龙 今年39岁 也是来自北京 那咱还是先挑那个刚才的关键词 说一说 因为江涛老师分析了 说林阵磨枪不快也光 说明夫妻俩当中有人啊 之前应该是这个实力派的歌手 好多年没有唱 由于生活当中的种种原因 这次重新登台 特意列了 找找当年的感觉 是这么个故事吗 实际上是我老公林阵磨枪 本来是我自己作为选手来参加这次比赛的 但是因为踩排过程中感觉自己的状态还是不好 并且感觉我的水平还达不到和其他选手一起切瘦的标准 所以就纳上我老公来陪我一起唱歌 老公是救援团是吗 对的对的 救火队 救火队的 那老公这意思歌唱得还行啊 年轻时候也是个卡拉之王 卡拉之王 那叫卖霸 现在不能有很久很久没有唱过歌 但是一看这老公啊 真是好老公 这要有求必应 媳妇什么样的要求 不管能不能完成 让你上这时候你就必须上 这纯爷们 而且基本上生活中也是对我有求必应 而且对我也是挺包容的 包括日常生活中他会教我学习说话 帮我纠正我的发音 等等 教你学习说话 您是外国朋友吗 对 是这样的 我的双耳是没有任何听力的 是一名双耳极重度耳聋患者 而且是没有任何参与听力的 我完全感受不到啊 对 天哪 我现在双侧都做了人工耳窝手术 我现在佩戴着人工耳窝 有个小小的 可以 我们越战越勇接触过很多做过人工耳窝的 之前没有听力的朋友 但那你就是绝对是跟他们比较起来 你说的真的说的太好了 是这样 我的听力不是先天性的 是后天导致的 因为十五岁的时候医生给我注射了大量的卡纳梅素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抗生素 因为使用过量 所以导致我一夜间完全听不见了 所以是后天的 后天的这样 所以你在讲话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残存的记忆 小时候怎么样来学说话 正常的记忆是有的 是的 我对之前的声音的记忆是有的 但是也仅存了那么一点 所以我现在说话的声音 我的发音也是通过人工耳窝来 重新学呢 对吧 对的 如果突然到那种完全真空 就像与世界隔绝 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包括自己的呼吸 心跳都听不见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可能大家的理解 听障的世界可能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的 一点也听不见的 尤其是对于我没有任何参与听力的来说 实际上并不是 如果把耳窝取下来以后 都是缠鸣的声音 都是治疗的叫声 当时在我耳朵听不见以后 我特别的不想听这种声音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睡觉 一直希望自己的睡眠状态 是因为我睡着了以后 我在梦里 我在梦里还能听到别人说话 清醒了以后 我什么都听不见 所以那个时候迫切地希望自己 一直在睡眠的状态 对声音的渴望特别强烈 所以那个时候 我会准备一些安眠药 让自己睡觉 让自己一直在梦里 不愿意醒过来 所以你应远在那个睡着的世界里 不愿意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始终时间长了 后来我睡觉的时候 我在梦里也听不见了 这是更残忍的一件事 你听不见那个时候 你可以说吗 因为你还有记忆可以说 我不说 刚听不见以后 我是特别排斥和外界沟通的 基本上我都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 后面就出学了 一直没再去 在我始从半年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过来找我 我一开口说话 他特别惊讶 他说你说话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才知道 原来一个人长时间不说话 真的就不会说话了 那个时候 全家尝试过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吗 当时听不见以后 家里一直没有放弃治疗过 所以在电视上 在报纸上 只要看到有任何的治疗方法 都会带着我去 拯救啊 或者是中药治疗 这些全都试过 后来家里带我 去了一家助听器店 当时给我佩戴了 一个最大功率的助听器 当时我以为 我又可以回到又生世界了 满怀希望呢 带上去 但是带上以后 我还是听不到任何声音 这又是一次无情的打击 带助听器 而且是最大功率的 如果这个放大的声音还听不到 那真的就是意味着 可能你的生活就与声音隔绝了 几十 所以有一天 我趁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 我把家里剩下所有的安眠药 我都吃下去了 再后来是我妹妹告诉我 说家里人发现 叫不醒我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 但是到那以后 医生给我行为抢救 我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 而且医生已经不再治疗了 我醒过来 我的记忆里是 在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眼睛上面有东西 特别的戏剧话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一样 所以等于 等于医生已经基本放弃 等于宣判死刑 等于你的上面都已经盖上被单了 是的 已经给我盖上被单了 但是我后来有七级半的醒过来了 我醒过来以后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就走下窗 我从房间里走出来 看到我父母 我所有的亲人 他们都在走廊里痛哭 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 我觉得原来我对他们来说 对于这么多人来说 这么重要 所以你要改变 你要变得坚强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人成熟的标志就是 做任何事情考虑的 其实已经不是自己 就是身边最爱你的这些人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应该为了爱我的人 我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而且应该坚强地活下去 尽管医生 我记得当时看病的时候 每一次医生看到我的诊断以后 都紧缩到眉头腰头 但是我还是 心里还是有希望 某一天可以再让我重新恢复厅里 所以直到后来做了手术 换上了人工耳窝 对吗 那从你15岁就是失去听力 到你第一次 去做了第一个人工耳窝 这你之间有多长的时间 9年 9年 是的 这9年我都是生活在无声世界里 一点声音也没有 那听到声音的 就是你做了手术 你心里期待着我能听到声音了 然后等到真正做完手术 你醒过来 去试他能听到第一声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做手术的时候 一点都不紧张 尽管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手术 我一点也不紧张 反而我把所有紧张的心情 都放在了我的人工耳窝 开机的那一天 我觉得我应该又可以 助听器不行 人工耳窝总可以了吧 花那么多钱 受了那么大罪 所以就在开机师给我打开声音的那一瞬间 我在想 这就是我通过耳窝听到的声音吗 为什么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或者说和你记忆当中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咱们小时候看到黑白电视雪花的声音 不出人的那种声音 刺刺啦啦的 像电流的声音一样 不管是人的声音 还是外界所有的声音都是这样的 我分辨不了任何声音 当时真的特别绝望 有很大的落差 对吗 这是失败吗 不 不是这样的 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些 也做过这一个耳窝手术的一些兵友 我问他们刚开机以后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说差不多也是这样 当时我选择的心一下就放散来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说 它是需要康复的 也是需要进行训练的 是的 当年特别流行MP3 所以我就在网上下载了一些新闻联播 因为新闻联播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 所以我就把新闻联播下载到MP3上 随时随地地进行给自己康复训练 所以差点就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不姻缘 那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但是我就说了 说到这我就觉得 真是应了我们这位选手登台的时候 那个标题叫 我命由我不由天 有时候我们比较悲观想象是 人的命天注定 但其实不是这样 直到你改变了自己 你变得更加坚强 你对未来更有希望的时候 你才做到了改变命运 而且才遇到了你生命当中的真命天子 您的爱人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网上认识的 大概认识了有一个月左右吧 他说要不要见一下 我说其实我心里还是有顾虑的 因为你之前有告诉过他你的情况吗 一开始是没有说的 但是在临见面之前 我告诉他 我刚做了一个手术 我的听和说可能不是那么好 你还要不要见面 他说要 然后他见我的时候 就带了一个纸和笔 这个小细节特别地打动我 他很细心 是的 后面他每天下班以后 会帮我做看部训练 他就像在教小朋友学习说话一样 会给我在网上找小学课本 然后会教我从ABCD 这些最基本的品语开始学 那个时候 我从来不担心他有没有耐心 是我没有耐心 一个字或者是一句话 他可能要说十遍甚至上百遍 有时候我都听不懂 因为他那个时候跟我说话 他用手挡住他的嘴巴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 是不能看口型的 所以希望你完全是依靠 自己的耳朵来听 对 然后不要靠你的眼睛来判断 需要要发挥耳窝的这个作用 要去听 所以那个时候 他跟我说很多遍 我听不懂以后 我就拿他的手拿下来 我说你 你会跟他发皮筋 不要再挡着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挡着 所以说我现在听得很好 真的特别要感谢我老公 当时那么耐心地 帮我做这个训练 其实你知道吗 真正的爱情是这个样子的 它不是纯粹只是讨好你 好像在结婚前 我表现我最好的一面 它反而是为了你的将来打算 因为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结婚 对不对 它是为你的未来的人生考虑 就意味着 它也把你规划入 它未来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男人 真正爱你的表现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觉得也真是对您的爱人的 一种考验 你刚才讲了很多小细节 比如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因为康复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你会有很多次的失败 正是在每一次 其实当你濒临崩溃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行了 但是您的爱人始终 从来不抱怨 对 他还在坚持 有一次我老公加班 当时我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他加班到什么时候 我关门的时候就顺手反锁上了 他在外面就进不来了 然后我睡醒一觉的时候 是凌晨的四五点钟了 我看一下手机 里面有七十多个未接电话 然后我就知道 应该是我老公回来了 我就赶紧地把门打开一看 他坐在走廊里睡着了 而且浑身都湿透了 那天赶伤下大雨 他怎么敲门 因为我耳朵没有电了 我听不到他敲门的声音 我也听不到电话的声音 他也不敢用力地敲门 怕吵到邻居 所以当时他就一直在门口 坐到几乎做了一夜 现在想起来觉得 对我老公挺内疚的 拉开门的那一瞬间 当时你说了什么 我说媳妇你可开门了 我终于谈到 真好 好男人 但是最让我们感动的是 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 其实夫妻俩生活在慢慢地变好 而且太太现在 无论她的听 包括她现在的表达 都已经恢复到 基本当年的状态了 其实未来你们就可以构思 很多幸福生活的憧憬 好好珍惜 王辉达 刚才雅琪也讲了 她听到的声音 是和我们常人听到的声音 不一样的 而且尤其是在音乐方面 好像区别会更大 是 就是耳窝 她听到的声音 是跟我们常人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虽然现在技术 已经很先进了 但是这个除了语言之外 音乐因为它有频率 有这个音调音色的区别 所以可能听起来 不像我们常人对旋律的 理解的这么 就是这么透彻 所以我 我们来的这个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 要尽自己的能力 能表演一次 然后也实现我 太太这么一个 小小心愿 两个人能 一起登台 进行一个演出 所以今天的歌曲 你们是一起唱是吗 对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们 加油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你们夫妻俩能够像歌中唱的那样 牵着彼此的手 一生幸福地走下去 好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当前的类主 有请张庆 开始我们这一轮投票 让我们首先又想临维 耿维华 雅琪和张龙的今天这个演唱 在我认为是一个特殊的演唱 在你们的演唱过程当中我是流泪了 雅琪的丈夫 在伴随着家琪 在牵着雅琪的时候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爱护她 去保护她 去呵护她 我相信感动了我 也感动了在座的品位 同时也会感动全国的电视观众 但是回归到舞台上 针对歌唱的这样一个 竞技的状态来说 那么显然张庆的演唱 比你们要好得多 但是我想你们今天是幸福的 祝你们幸福 很感动 虽然说雅琪只唱了两句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特殊的演唱 那么这一票呢 我想支持一下雅琪和张龙 非常的抱歉 张庆 我会投你的反对票 雅琪有可能情感方面的 我投给你们 从音乐方面 我觉得我要投给张庆 给她支持票 希望你们永远幸福 快乐 这个雅琪 张龙 今天特别让我们感动 你们两个人现在牵手 这种我觉得不是舞台上的一种 做作的或者是摇演出来的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对你们发自内心的祝福 但是如果从音乐来讲 我还是把反对票投给了你们 祝你们未来幸福快乐 结果出来了 还是要祝贺张庆挑战成功 祝贺张庆 当然我们也得再次感谢张龙和雅琪 今天在我们乐战友的舞台上分享这样的故事 好感动 让我们见证到了中国的好丈夫 而且今天你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门口站五个小时 不抱怨这个故事我懂 所以以后看起来再不让我起家门的时候 我就默默地倒 祝你们永远幸福 加油 好 祝贺张庆大姐 那接下来呢 这一轮的选择也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对决 两个关键词后面的跟进信息 我都给你展示一下 你再来做判断 你过来呀 我们看看 好像我的声音 江桃老师你什么时候报名了 曾家姐 来 我们再来听一下耿维华的声音 摇回来 好厉害 这个 好厉害 那是王峰 这是王峰原唱吧 对呀 我觉得好像这是王峰的 就现在 是吗 你的对手一个是江涛老师 一个是王峰老师 你选谁 你觉得谁更弱一点 咱就挑他 那我还是选那个 You jump I jump 江涛老师会很感动 说明和王峰比起来 这个咱们江涛老师还是更有实力一点 你选这个对吗 是 好 那祝你好运好吗 来 留情 越战越勇 由消毒雏军 雕牌护家 雕牌特别呈现 另外本节目由中国黄金特别呈现 中国黄金守护梦想 为爱 越战越勇 You jump I jump 这是你跳 我也跳 这是我们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当中 特别煽情的一个桥段的台词 看来接下来这也是一个幸福的爱情故事 来 我们把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请到现场 有请今天的五号选手闪亮登场 范哥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贾江红 来自河北石家庄 今年三十岁 来吧 咱们这个爱情故事 你跳我也跳 从哪开始讲起呢 范哥 我这个跳是真的跳 我是一个蹦极教练 蹦极的那个跳 对 我认识他 因为我天天能刷到他 经常刷到他 我还以为 这是你也参加过他的这个蹦极的项目 但是我蹦过极 你蹦过吗 杨凡 我没蹦过 你们在座有人蹦过极吗 江涛蹦过 我蹦过 不敢跳 上去以后签完了名以后 各种什么角膜什么心脏 角膜心脏 捐献 你想捐哪个 捐献 签名 完了以后呢 当你要跳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可怕 因为只有脚后跟 站在那钢板上的时候 对 那是最可怕的 而且还有在第一次弹起来的时候呢 要面对观众唱《鱼弓遗山》 你这个太厉害了 你这比我厉害 你知道我这个跳下去以后呢 下面有三艘船 三个机位对着我 我当我跳下去以后 我感觉漫长的三秒到四秒 从来没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 然后《鱼弓遗山》唱了吗 碰一下 碰一下 唱了吗 第三下我才唱 唱完了以后 导演说 对不起 江老师 你再跳一次吧 说首先是你背对观众 而且我们只看到一个大黑块下来 没有抓住你的面部表情 对不起 重来 其实挺不容易的 不敢跳 我那一次也是做节目 当时就跳之前 你感受不到那种心情 对 对 然后真的站到那个边上的时候 那一瞬间和你看的时候 感觉是不一样的 太可怕了 好多人都是真的站到那个边上 才退缩对不对 对 是的 对 但是跳起来以后 我就觉得人生 还是挺过瘾的 很过瘾的 很想再跳第二次 就我个人来说 虽然我这个没直接蹦过急 但是我调查过 好多人有蹦急的念头 但是真正站到那个边缘 敢往下跳的人不多 为什么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有人问 蹦急的时候 会不会蹦着蹦着 绳就折了 这个是绝对不会断的 咱们这个蹦急绳 它里边的橡皮 就是弹性特别的大 拉力特别的强 就是你往下蹦的时候 五百米 它那个绳能撑到六百米 那我就落地了 对 蹦急绳呢 咱们就是测试过是吧 最大的抗拉力 能达到八吨左右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的体重 跟八吨相比 就两个